记者蔡宗建屏东报道,肯定南湾地区昨天下午发生六名屁孩持棒球棒及西瓜刀追砍一辆自脚客车乘客事件,当时因为远警夺在各地疏导交通,附近执行校整清无误的远警林伯玉率先到场,发现对方手持凶器,虽然身上只配被警棍,但担心周边游客受伤,展现警察霸气威吓, 仍震落对方三只球棒一只西瓜刀,让支援警力能顺利逮人,让不少围观游客都鼓掌叫好。 这期五日下午16时取发生的行车纠纷案件,横纯警方接获报案后,立即通报正在附近辅航交通港清无误的警员林伯玉前往,他到场后,六名嫌犯人有一名手持西瓜刀, 另三名持球棒,零元C锦单枪匹马,身上只有锦棍,人大声呵斥六人放下武器,蹲下,六名凶狠屁孩被远警气势压制,便纷纷丢下武器蹲下。 目击民众小吴说,六个屁孩模样凶狠的追打一名年轻男子,但年轻远警到场后,毫不畏惧对方手中武器, 在远处就展现威压气势,附近民众也纷纷包围上线协助,屁孩打人时的狠近瞬间,全飞到九霄云外去,被后续员紧压在地上的画面,真是大快人心。 横城警方表示,本案以孤近嫌犯为首,疑似阴行车纠纷与被害人互呛,一言不合便分别拿出车内的西瓜刀及球棒拦下被害人车辆猛砸,被害人车辆因车床未关,孤贤等人还将西瓜刀。 球棒深入车厢内挥舞,造成年仅15岁的被害人右手食指中指无名指遭划伤,索性送一封和后并无打碍询问后将该六名犯嫌疑伤害,毁损罪嫌疑送屏东地检署侦办。